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继续来做一支这个红点的笔 那黑匠刚刚做完了现在应该是做那一个 这个叫什么我的武 黑武士 好笔的包装一模一样 应该红点的笔都是同一个包装吧 那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这里连一个那个标签 不然真的会忘 这里这个不是它本身的 是当时包装的时候 然后直接胶带贴到这个包 就这个盒子上面导致这样的 那本身的包装应该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还是很干净的 这个应该是我撕胶带的时候 然后撕到的 好 那个撕开一下 又有一个这个 现在包装越来越给力了 好 那还是一样一个 M字的指托 然后这个放一边 这个也可以放一边 基本上包装也简单也好 然后这个笔套 感觉质量好好啊 感觉很厚 比我平常用的那种 但这个笔摩擦力相对高 不太好擦 可以 整个的一个感觉是那种叫什么 嗯 spray coating啊 就是那种喷上去的那样子一个工艺啊 摸上去非常的顺滑 然后看一下啊 这个笔 好还是一样的 来看一下那首先这样子啊 比比的话那会比 M爸爸会小一点点 那属于说中型笔了不属于应该不能属于大笔了 且我个人是觉得这种是刚刚好 但是我个人应该 但这种应该大大众来说主流来讲的话应该是属于大笔 那这个把它归类为一个中型笔 那笔的话首先是这样子非常怎么讲呢 好久没看到一只笔是这样子一体的一这样子一个过 一体过的一只笔 因为平常的笔都这样子 然后弯一下 因为这样子可保证一个笔握的一个大小以及笔尖的大小 像这个不用看就知道笔尖肯定是小笔尖肯定不是大尖 嗯 另外这个笔的话怎么讲非常的暗雅 好像在镜头上面都看不太能看得清说它阴影的这个部位 另外呢就是这个笔的话 它这个金属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镀黑色的就黑色金属的 它不是属于平常这种亮银色的 啊啊这时候我的M800特别好看了 有没有觉得 好那个我们继续 然后这个笔的话应该是 他这个笔到差还ok 但是还是一样就这个偏重这样子 重心还是会直接往后挪 啊平常还是不建议 好那一个继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大小 那跟前面所讲的一样 基本上就是从这个笔形就知道它完全就是一个小尖 基本上不随大尖 好那笔尖上面你们看到就也是一样比万宝龙这个短了三分之一 那我这个国国产叫什么就什么大小几号的肩 我还真的不知道了 知道的麻烦那个告诉我一下 因为我只知道26和35其他的真的不知道 要么就是5号肩6号肩就史密特的那个5号6号 然后整根笔的话就是先试一下握握一下吧 握起来呃个人觉得不会很打滑这个摩擦力还是可以的 像刚刚的这个笔套你们看一下 现在好像还好一点 就这个感觉它是有摩擦力 但是又很滑的这样子一个橡胶 然后看一下这个笔帽啊 这里一个套筒对应该本身是属于金属感了 或者喷了或者包了一层胶这样子上去 它是这样子一个工艺 我个人觉得它应该是喷上去的 它不是应该应该不是泡上去 如果是这样子往下再泡应该不会做到那么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重量吧 还是 好 哇 这个笔34.3了 比想象中要重一点点 平常觉得这个笔应该不会 刚刚拿起来不会觉得那么重 好 然后看一下它这个的就是脱帽以后大小 22.7也是比想象中 那这个反而比想象中要重一点 就是整笔会比想 就基本上都比想象中要重 就是直接看数值的话 可能是它本身是有弧度的 然后你的重量感不会感觉到这么明显 另外这里也是有往下收 那它如果这么讲的话 它应该这个笔的一个重心吗 应该是偏 对果然是偏浅一点 你们看到它没有那么中心就中心 偏浅偏浅可能3mm左右 那这样其实3mm的那个怎么讲 就是它的一个握笔的一个感觉 就完全不一样 偏浅的话 那就表示了受力越浅 那基本上我平常有用中指去顶着的 那基本上中指的这一块的话 可能因为有中指这样顶着 那导致了你整笔上面的感觉 就是说重量感不是特别明显 但是还是一样就整支笔的一个重量感觉还是非常宁中的 就非常聚中的这样子握杆的话 这个比黑匠好一点 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握起来比较舒服 因为它这里没有那个反圆弧在那边 另外呢就是我拿笔拿的比较高吗 它这个地方开始比较粗 我拿起来就相对来讲就舒服一点了 好那开始看一下整笔 整笔的话首先看一下这个比较有点小紧啊 反正也ok 比较的话这种比较个人就非常喜欢了 就是差点精细度 就是比如说可以加一个非常细的一个倒角 因为这个比较这样看我觉得就非常漂亮了 但这样看那就差点细节了 而且它这个抛官看到不是非常类利 个人还是喜欢抛就是这些细节上的工艺就是做的好点 因为有时候差这个差这么一点点 其实整笔的质量感觉就会差很多 然后上面的这个地方一个小凹陷啊 这样或者平平的呃也可以 反正这个不会太强也不会太过度做作 前后比尾的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键了 现在暂时这样看像是两个键这样子 如果是前后这样子两个键那相当的机制 可以用同一个键减少一个零键啊 反正就这个真的是看长张了 然后这里写了一个红点517D是什么意思517 我之前有做过517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517代表是什么 而且这个是DD跟S 是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笔杆材料不一样 而笔尖是一样的 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好那整支笔大概就差不多这样了 笔的话看一下这个笔杆了 哦这个笔杆就没有那个黑架那种 就是说啊长起来那种呃那个细节了 呃那个细节真的是很很经典 我觉得很少笔会这么做 然后这个笔的一个笔杆感觉用料非常的扎实 能看这个地方感觉非常厚 另外呢这个反光等等都会感觉这个笔的一个质量真的相当不错 我觉得红点就是整笔的质量都非常好 就是差点那个设计的元素 就是说工艺什么就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嗯都能达到 好那个我们试一下那个上墨吧 呃现在国产是不是主要都是用那个3.4口径的就是英雄的那个 我个人是用欧欧呃什么欧比的口径比较多了 所以有时候不太喜欢这么多的一个上墨上墨器 就是因为这么多的口径有时候个人是觉得呃比较累 哎我的那个纸巾又纸巾又用完了我去拿一下 好的啊拿完纸巾回来了平常不会拿这么多可能去拿啊 三四个这样子好那个笔尖我们来赶紧插一下 插笔尖有你们会用布还是用纸巾比较多 用布感觉每一次都要洗好像更废水一点 用纸巾的话感觉好像没那么废水 好 这螺纹感觉好长啊 好 那个我们赶紧试写一下 好缩写完以后 那这个笔尖个人觉得缩写感受会比黑件好一点 笔尖的话应该都是一样的 他不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别 就笔尖应该是同一个件 但是这个书写起来因为他的笔握比较 这里比较粗嘛我拿的比较高 另外一个他的配重感就主要是感的一个加成了 就单纯说感我觉得这个感比较好用 因为他们两只的一个笔尖是一样的 呃刚刚忘记给你们看笔尖了 我现在给补一下应该是一样的这两个笔尖 好那个来 啊黑色的黑黑色金属的这时候拍起来就是不是很好拍 而且现在光线也不是开始不是很够了 还是银色比较方便 那基本上能看到就是说整个笔尖的是打模式一样的 基本上然后就是因为同一个件嘛 那如果有不一样的刮纸或别的书写感受 那肯定是一个质量上的一个问题了 我个人觉得好那大概就这样子了一个笔尖啊就是差别不会很大 但是感的一个真真挺不错的 而且非常现代的一个手感 另外呢整支笔的配重还有它的一个处理等等 综合来讲的话非常有特色的一支笔 不会觉得说嗯怎么讲呢 就是炒冷饭啊没有这个感觉 红点的笔一直看就跟富丽文一样就是说都有在一个突破 然后呢再下来就别的话比较来讲嗯非常简念 跟这样子一个笔尖非常有呼应 嗯笔尖的话见仁见智啊 跟那个笔尖的话国产的最推的还是富丽文 别的都ok也不是说不行 只是说有偏向有取舍 每个人喜欢的鞋感都不一样 那那个喜欢的你也可以告诉我说你喜欢哪一类的一个笔尖 那整个评测大概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问题下面给我留言 或者有什么我漏讲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大家多多交流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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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